苏州疫情,老妙想聊几句 大家好,欢迎收看《妙在苏州》 最近苏州生了一场大病 新冠疫情席卷了苏州 很多小区都隔离了道春寒之下 可算一直做个不停 辛苦各位医护人员志愿者朋友 大家都不容易,一定要注意保暖 老妙也经历了四次核酸 也在网上看到了一些不太友好的现象 想跟大家聊聊个人的看法 第一,核酸插队,推散拥挤 第二,某些本地中老年人对新苏州恶语相向 觉得是他们把病毒带到了苏州 很多人质疑苏州本地人的整体素质就这 他们表示很失望 但是看事情不能以偏概全 首先要知道苏州是个大型移民城市 本地土著,数量已经很少了 老妙出生在苏州昌门内 小时候老宅子旁边就是老婆小房卡房 有很多老年邻居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那片地方 他们在苏州逐步发展过程当中 没有享受到红利 他们在一些场合做出一些过激的动作 也许是内心不平衡 他们可能会想着凭什么外地人在原区 拿着高工资的住着好房子 自己一家人却只能待在二三十平米的老破小之内吃着低饱 他们大多是内心不甘 自己却又不努力上进的一代人 可以参考最近很火的人世间 他们无法理解十余年寒窗广度 每天996的努力背心理香 为自己和家人赚一个未来的年轻人的心态 他们只要一日三餐温饱足矣 老庙甚至听过一个食入附近的老苏州说 他觉得去趟园区都算出个远门 我们再来说说湿地回迁苏州乡镇的农民 更多则是城市发展给他们带来的种种问题 打个比方在八九十年代 现在的园区真就是一片片农地 刚开发那会儿 除了现在苏州中心前面的湖冰新天地 其他的地方真就是要卖发擦四个地方 在传统的中国农村大多是熟人社会 他们的人际圈子真就是一个村一个乡 那不大 而园区发展这二十几年 一代人都不到的功夫 他们先成为了大部分人羡慕的园区人 身份也从原来的农民转为了包租公包租婆 这些人可能几年前还是把名下的房地产 租给刚来苏州打拼的年轻人 但过几年这些年轻人闯出一番名堂后 自己都在苏州置业了 再反观自己家中的孩子却因为种种原因 逐渐成为了社会上的运营终身 老庙身边就有很多家庭拆迁几套房 却深陷赌局高利贷圈套的园区拆迁户 也有着整日在家中游手好险 依靠房租过火的本地年轻人 这种情况之下 一群没有经历过社会规则训练的人 也就难免出现一定程度的敌对情绪 他们想当然的觉得新苏州人抢夺了属于他们子孙的机会 这就是报复带来的问题 话说回来长达两年多的疫情之下 苏州一直是安全的 但这次突然的爆发所导致的恐慌情绪 以及疫情之下初期管控的凌乱 也会让很多并非一直关注新冠疫情的普通市民有点措手不及 我们也能看到在第二次之后的核酸安排也做了合理调整 虽然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 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苏州政府的处理还是很及时有效的 这期节目发布时候可能疫情就开始没有日增了 对苏州来说这次小小的疫情一定能够顺利度过 2500年的古城经历过惊人的烧杀强烈 经历过朱元璋的洪武感散 也经历过太平天国时期的人口锐减 但一次次他都越来越好越来越强 苏州加油 妙在苏州 妙在苏州